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慧医生 我想解决的是 我现在的主要症状是 一个是 心慌 气短 胸嫩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 我之前的经历 主要是 十多年前 得了甲癌 然后手术 切除了甲状腺 后来都一直 吃那个优甲乐 吃了现在有十几年了 然后现在是 在可能吃了优甲乐之后 然后在 吃了三四年的时候 就是距离现在 可能七八年 八十七年前 就产生了焦虑症 就得了焦虑症 当时也是 凶悶心慌 然后 然后就是 坐不住的感觉 很恼火 那个时候 然后去医院 看到病 吃了西药 吃了西药控制下来了 吃了几年的西药 然后后面过了几年 又发现我的 那个血压比较高 就是鸡压比较高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 现在呢 我就觉得我现在 就是现在呢 我在吃那个 七行芝麻 通过那个植物嘛 少吃 少吃油嘛 肉这些 然后得到了 一个改善 血压都很好 今年不知怎么了 今年从三月份开始 又开始不舒服了 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是这个症状 特别是那个胸闷 胸闷的感觉特别严重 然后经常就胸闷 你说我要解决最主要的症状 然后睡眠也不好 然后我要解决我最主要的症状 谢谢谢谢 对不对 你说是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而不是症状 你说我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而不是症状 我要解决我最主要的问题 谢谢外星人医生 我又看到你的鸡啊 上次看到什么 他现在看到我的鸡 现在不是同一个鸡啊 现在你的鸡啊 脖子拉得很长 把脖子拉得很长啊 拉得很长 然后啊 在他脖子上蹦 吃了一刀啊 杀气的时候 现在脖子上吃了一刀啊 现在这个鸡啊 也给你吃了一刀啊 吃了一刀一哈 贾专心痾就是这样来的啊 他把你喉咙吃了一刀啊 然后杀气的人 在喉咙那边 戴了又戴 又戴一哈 这边被吃了一刀一哈 又戴开一哈 血液流到气管里了 血液流到七个月以后 把气管里边管道给堵了 管道给堵了以后 现在就是你什么症状呢 往里吸气的时候感觉很用力啊 很用力地往里边吸气 但是住了不用工 很用力地往里边吸 但是进来的不是空气 而是血液 没有人很闷啊 用很大的力气 让一下吸气的话 你再用力气的话 好像住了不用工啊 吸不进空气来 吸进来是什么血液 血液里边是堵住了血管的 现在你的胸闷和假张心来是同个事情 就是杀气一刀 刺了这个 然后血液流到那个气管里了 气管流了以后 然后不通气了 不通畅了 你吸的都是 你吸的都是血块 现在啊 就是说 有一种医生的听的时候呢 叫肺炎的时刻呢 人家叫颅音 颅音是什么呢 你吸气的时候 就吃吃拉拉 有水的声音了 你那个是没有水的声音 血液已经凝固住了 血块 而不是吸到里边的血水 血水没有吸到肺里边 那个鸡啊 血水没有吸到这么深的肺里边 是吸进来的血块堵在这里 实际上是堵在这一块啊 他也没有撤去吸到肺里边 但是把那个气管给堵了啊 嗯 气管给堵了啊 嗯 那你现在的 你明白了吧 你那个问题是 戳在那个杀机上啊 嗯 你先说几话 哎呀 你说我罪你身重 我罪你身重 你假如说 这辈子没杀户机的话 那么就前世啊 这个 这个里面是你自己 不是你家前辈 不是你的妈妈 或者你的外婆 或者你是什么人 是你自己 那么你自己 这辈子没杀户的话 那么就前世啊 你说呢 所以你 所以你 所以你折教授 你说你说我 你说我罪你身重啊 我罪你身重 哎 你说我怎么 见什么想吃什么呢 我怎么见什么 就想吃什么呢 哎 你说 我的前世 现在说的前世 是在前世啊 就那个 是之前 杀机的之前啊 难道我是二十规投胎啊 我是什么呀 难道你说 难道我是二十规投胎啊 难道我是二十规投胎啊 哎 说这句话的时刻 就表示你开始反思了啊 反思又忏悔自己啊 也是说个激听的啊 哎 你说难道我 我是二十规投胎啊 难道我是二十规投胎啊 哎 然后你说 鸡自己也想吃他自己的东西啊 鸡要吃他自己要吃的东西啊 哎 我怎么连把鸡也给吃掉了 我怎么连把鸡也给吃掉了 哎 就是你开始兜了一串 开始反思了啊 这样的反思 比如说 范范耳谈就像说 姐姐 姐姐对他鸡的道歉 要胜开得多啊 就是 你就是开始反思了 你也就 又在怀疑自己的人生了 你说我怎么干这样的事情呢 这样一说以后就是激听的啊 觉得你这个人还是 还是有救的 我怎么干这样的事啊 哎 这样就是相当于 激听了你在自言之意在说的时候 当然也是说个激听的啊 他觉得你 你还是有救的 你开始反思这个事了 然后你对他去说啊 我不应该把你杀了啊 我不应该把你杀了 哎 我不应该把你杀了啊 我不应该把你杀了 哎 你说我现在 深刻的知道你的痛苦了啊 我现在深深的知道你的痛苦了 一刀把喉咙割破了 一刀把你的喉咙割破了 哎 然后呢 你说血液流进去了形成了血块 血液流进去了里面有血块 哎 形成了血块 把呼吸的通道给堵住了 把这种呼吸的通道给堵住了 你说对不起 我先把那个血块把它掏出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把那个血块给你掏出来 对 你说先把血块掏出来啊 先把血块给你掏出来 然后你继续对他说 我现在我把那个伤口缝起来啊 我现在把你的伤口给你缝起来 你说对不起了 我不应该动这个刀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应该动这个刀 哎 我不应该动这个刀 哎 就是没有杀鸡这回事啊 我真的想我没有杀鸡这回事啊 对 你说我真想我没有杀过鸡这回事啊 我真想就是啊 我真想我没有杀鸡这回事啊 但是我的前世确实干了这样的事啊 但是我的前世是干了这样的事啊 确实干了这样的事啊 我的前世确实干了这样的事啊 我的前世确实干了这样的事啊 对不起啊 是我伤害了你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哎 你说 我现在要把这把小刀把它截断 我现在要把那把小刀给它截断 现在什么呢 那个刺喉咙的都是尖的 比较尖的一把刀啊 现在你通常就现在拿把大的那个菜刀啊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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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把那个小刀给切掉了啊 刚那刀的面就把那个小刀给切掉了 他就知道你刀也切掉了 那个人家出去就经盆洗手 真的不会再杀鸡了啊 真的不会杀鸡了啊 刀切断就不会再杀鸡了 这句话 这句话你不用讲 就是鸡 看着你 你那心里当然也不想再杀鸡了啊 原来杀一个什么动物 最后杀到自己身上 因为你杀了他 他的灵魂过来保护你们 等于杀了自己嘛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开始痛感前辈啊 把那个小刀给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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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断了 像切菜一样的切断了以后 以后再不会拿了这个小刀去杀鸡了啊 鸡一看你那么澄清的话 他慢慢慢慢退了啊 要走了鸡的一会儿 你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啊 对不起是我错了 对不起是我错了啊 对不起是我错了 以后 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们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们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鸡的灵魂就退走了 慢慢慢慢退走了啊 慢慢慢慢退走了啊 走了 走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啊 你那个 假张线 你说假张线癌啊 然后又动了手术啊 从现在凶了这同一件事情 就是杀鸡引起的 那你以后怎么做呢 正对那些鸡之类的 我觉得那些鸡我以后 我肯定 首先一个我肯定不会杀 他们不会 这个我也不施他们了 对啊 你想想这是受了那么多苦啊 为了那个 所以肯定能拿来 你想想也吃不下了吗 这个 你再动一吃鸡 说不定就又来一个鸡呢 鸡的灵魂又来一个啊 那么特二管制的话 你如果吃了猪肉的话 猪的灵魂吃到也会早来 只是来得早一晚的问题 明白吧 所以说那些人 那些人说那个吃素的人 不是没条件吃 说不定有的人挣了很多钱 钱都没地方去 但是他不敢吃啊 不敢吃不是不是不想吃 想吃也不怕 真的懂了 这到底就想吃也怕 就是就像那昨天 别人请我去吃饭的时候 去的宿舍馆 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 就打我带回来 我看什么就忌惮了 宿舍馆怎么又忌惮了呢 那那个碎片我没看 因为那个他的 我当时我没看嘛 给我的时候拿回来 有什么鸡蛋 我就觉得奇怪了 宿舍观点怎么又鸡蛋呢 没有肉的蛋 那鸡蛋我鸡蛋 也许这个不是鸡蛋 样子看上去 反正那个像炒鸡蛋一样的 反正我都 后来都丢了啊 也就是这种事情 看着都心里都发毛了 你知道吧 如果真正这个 知道这个道理 因为我见过很多 你吃了鸡蛋 鸡就看着你 然后等鸡死了一个 成为灵魂态的时候 就来报复了 你吃它的蛋 它也会来报复 所以呢 你这么一想以后 那些东西都不敢碰了呀 你不是 那我肚子的羊吧 羊的灵魂也会来报复 你吃到什么都会来 只是来得早 来得迟 不是不来 肯定会来 或者这辈子没来 到下辈子 所以你再投胎的时候 说不定下辈子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 是羊的问题哦 所以呢 你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想想最好的 那些动物都不要吃了啊 嗯 现在鸡蛋我也 鸡蛋我也不吃哦 对鸡蛋不吃了 你现在慢慢慢慢生意 你慢慢慢慢都想想 想想其他动物 神像也都碰不到 这鸡蛋 你特管子想的话 吃到会早来的 你看前世的那个鸡找来了 两个鸡了哦 上次我忘了到底是 上次的鸡是怎么样 这次是 上次这鸡 她说我 你说的是 我那个 把他那个小鸡的羽毛 交湿了 那个小鸡冷了 嗯 冷了 之后那个鸡妈妈 就在我的胸口上来 嗯 来踩我的 我的胸口 嗯 晚上来踩 比如说晚上睡不好觉 嗯 然后晚上凶嫩 嗯 嗯 那那你现在 现在基本上对上了哦 嗯 杀鸡基本上 基本上都白天啊 即使到半晚的话 也是也不会到后半夜去杀鸡啊 要么白天 即使晚上杀的话 也是在半晚 不会到后半夜去杀啊 所以说你说现在那个 症状都在白天吗 现在说的 现在症状 我 嗯 很多时候在白天 然后 早上起床的时候 还是有点凶嫩 嗯 所以 睡眠要好 是因为睡眠上是吃那个老婴嘛 嗯 所以你现在想想嘛啊 然后呢那个 你呢 现在我告诉你 有这么一个消息啊 就是说 你杀鸡的时候呢 也没有专门针对他的假装性 不是说专门破坏他的假装性 但是你一刀下去呢 吃到了喉咙这边了啊 嗯 然后他来报复的时刻呢 也吃到你喉咙这边了 嗯 本身呢你那个假装性本来是好的 那你现在手术被医生都挖掉了呢 哦 是不是还有留了一点点 还能不能 记得灵魂走了以后 能不能再长一点出来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被医生破坏掉了 不是被鸡破坏掉了 鸡 鸡只是一刀捅过来东西才在 但是被医生给摘掉了 嗯 所以说 记得灵魂走了啊 现在我就操作专门的那假装性 能不能还能 回来 但我不知道啊 因为那个手术 你说医生挖得很干净嘛 对对对 他也 你给我做得很干净 现在的 现在做得越干净越好嘛 就没有复发的可能了嘛 那那想当然了嘛 这个你假装性有用的嘛 那你吃掉以后 那假装性也没了嘛 对说就是那个有假装吗 外补那个假装性激素嘛 嗯 是啊 外来激素不禁不是自己的产生的呀 现在呢 对啊 这个今天现在我们说的事情呢 就是说 看零排完了以后 也不知道那假装性能不能 那么 但是 但是他假装性 如果说 如果说假装性功能 能恢复点 有假装性的那个 那个 自己的产生的那个话 去检查的话 又怕 又怕说是复发了 哎那医生就胡扯嘛 所以说我同学说 能到医院的什么东西 没有用 哪有时候把 把自己东西 给掉的时候病治好了 感觉哪有这样的呢 医生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医院就是 所以说 这次我很不舒服 第一到 第一我就想到了你 我就不想去医院 哎呀 我觉得那个医院去了 他能做什么吗 他检查一下 比如给你拆点药 又能做什么吗 啊 你看 我以前出去的一个女的啊 人都没结婚 都是想打了一枪孕妇啊 嗯 嗯 他说的副口 所有的毛病都在他身上了啊 医生 叫他动手术 医生的方案是把他内脏 和副口有关的全部去掉 内脏里边 要去得干干净的才行 嗯 后来临盆的 没有 他痛的那个每个月 在月薪之前来 差不多一个星期 人躺在常常 怎么也动不了 但是 但是 是不是 那个电机流震呢 不是 不是 多了 反正肚子整个都痛了 后来临盆的才知道 你知道是什么 他前世啊 还没有来腾胎之前呢 他定上他的那个原来的合作伙伴 他们 另外一个人投胎过来了 在他那个人前世的妈妈肚子里边 就是另外一个人啊 他妈妈在怀疑的时候 他摸过他妈妈的肚子去了 然后那个人后来又来 换了一次了啊 再一次的时候 他又投胎了嘛 他又去摸了 第二个妈妈的肚子去了啊 所以 他临界告诉他 曾经你摸了人家的肚子啊 人家怀疑的时候 你摸了人家肚子 现在那个 让他也像怀疑的样子啊 肚子鼓在那边 那怀疑的时候 有时候痛满了 他的症状全部都在那边 那那那那那那 你看那个 如果听了医生的话 你肚子里切干净的话 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挖干净都没有嘛 他就是告诉他 你摸了人家的肚子 就这么一个事了 啊 这样去 这样都有报应啊 对啊 不 他这个是提醒他 这个这个人不是 这个还不是叫报应 这叫传消息 告诉他你曾经有这么一个事 肚子里那个人 曾经是你的合作伙伴 他这个不是报应 就传消息 当然同样是来自临界 按照我要讲的 要件在哪里 按照医生书法 他要把肚子里的 同妇科有关的 切得干干净净 嗯 嗯 那么你说这个切完了以后 不是残疾了 就是啊 这样的人能走路 哦 哦 所以 这个伤害太大了 哎对啊 他这个我没有切 我是来领排了以后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事 哎这个传递消息啊 所以说 你医生 医生他见什么症状 叫对症处理 你有什么症状 他就处理什么症状 而不是处理病因 所以叫见症 他不是找病因 他就把症状给 要么就是吃点药 让给引盖了 要么就给手术备除 啊对 他就这样的呀 啊 啊 现在记得灵魂离开了啊 然后你的呼吸问题是 是那个 呃 昨天就好转起来 应该没事了 应该现在都比刚才要好多了啊 不堵了 哎 哎我真的觉得好点了啊 只有一三 是啊 所以我看着记得 是啊 我看着记得灵魂离开了啊 我觉得现在胸口没有这么闷了 嗯 要好 你要真的要好一点了 嗯 是这样的呀 这么快呀 对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 记得灵魂离开了 离开了就这个症状就拿走了嘛 如果你没有其他外力 就这个的话 然后接下来就撤去好了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这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不知道了嘛 啊 这样你就自己看 所以反正这个 这个记得灵魂离开了 现在我就偷信了 被医生割掉的那个甲张心啊 能不能恢复点回来啊 如果还留一点点 残留了一点点细胞在那边的时候 就它慢慢慢慢 又长起来了啊 嗯 希望这样 但是长起来 但是长起来的话 我这个医院去看 又看似说复杀还是什么 你甲张心啊 又不是甲张心肿瘤 那医生就下河 下扯了 长的是甲张心啊 所有的肿瘤 是被 被肌的贫困 倒过来给你刺了 把你搁伤了进去的 所以说 所以说医生下疹嘛 你自己长个正常的 那个甲张心肿出来的话 医生还说 又长了一个肿瘤 那就是说 这就下扯了嘛 按照你自己的说法 我还说医生 把你那个甲张 锁得干干净净的 现在 现在我就希望 其实产生 能留了一点点 哪怕那个膜 那个膜上面 嗯 嗯 沾了一点点 希望能长点出来啊 嗯 等于出来的话 我就要好一点 好一点 慢慢慢慢说 点还长 长了一个 慢慢慢慢可以 把药去呢 这是我 我自己 期望的 能不能达到不知道 因为就看那个医生 手术的时候 是不是还给你 留了一点点 你这说法子一点没留 哎呀 惨了个大气啊 惨了个大气 终于含下气上来了 嗯 我感觉要好一点 感觉好像 是啊 嗯 但是我那个 但是那个 故意的 都是我那个 比如说 我现在感觉 胸膝 比较短嘛 然后 如果很闷的话 其实是一个 一个感觉啊 就是这个事情啊 你 就是说 反正胸膿呢 气短呢 应该就是这一块嘛 反正 嗯 然后 刚才我说了嘛 你吸进气的一个堵在那边 就吸不进气嘛 气啊 直接吸不出气 哦 对对对 但是呼得出去的啊 吸不进去 它呼得出去 就相当什么的 你气出气的时候 把它顶了一下 是进不了气 但出得了气 对对对对 但是你气都进不来的话 你搓也没东西要搓嘛 相当咬 对对对 就很不舒服 感觉就特别 特别特别难受嘛 嗯 是啊 嗯 嗯 当时呢 嗯 当时故意的女孩说 我那个 呃 当时说的我 就是左边嘛 当时说的我左边的那个 好像那个 但是那个鸡嘛 就踩在我左边 有点左心 就是坐左边这里啊 踩了 嗯 其实我之前还没有觉得 我是左边不舒服 嗯 但是我今天就特别明显 就是左边这里啊 嗯 对 今天也是左边 上次也是左边 然后这一刀 下期是在那个 正中央片组 也是在左边 来 看啊 嗯 不是在正中央啊 是正中这个地方 你下刀下在这个地方 我说的是 对 这个我说的下刀是 鸡 对鸡下刀啊 嗯 但是你吃的这个地方 鸡下刀的哈 嗯 你曾经那个杀气的时候 对他鸡下刀式的这个 左边 嗯 然后呢 他的部分呢 也以左边为主 但血块的整个 搞到气管里边以后 就把血管 把那个气管给堵了嘛 血块啊 嗯 所以那个 你那个气 下火气啊 嗯 嗯 嗯 出气还是像个塞子一样的 出气还能出 但你进气都没了嘛 你有什么东西出来嘛 都等于就是 哎 就是闷得很啊 嗯 现在那个 塞在里边呢 刚才你 你把那个血块拿掉了 鸡的灵魂离开了 然后就 慢慢慢慢 应该就好一些了 对 然后然后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好 但你心里想着 嗯 也不能怪鸡啊 是自己杀了鸡 鸡来报复 你处在前 我自己 对 然后呢 鸡报复在后 然后又被医生伤害了一道 就是啊 就是啊 我当时才三十岁的时候 就去把那个甲状性切掉 嗯 嗯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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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 好像呼吸的那个 原来啊 他想呼气啊 也不正常 因为你没东西进去 你拿东西出来嘛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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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慢慢把身体的疾压 那个 那个 先出去啊 出去以后 慢慢慢慢 也进来了啊 出去的多 进来的少 然后慢慢慢慢进来的多 然后 逐渐逐渐达到平衡 哎呀 这个是个突然 那 那个 外星人医生 他就拿了这个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外领 不是 其他外领不知道 今天拿来的答案是这个啊 嗯 然后呢 慢慢慢慢人就开睡了啊 开始了 嗯 好像 原来就是一个灌注 给予的观众在这里 护血不畅畅吗 嗯 现在护血畅通了 嗯 护血一畅通以后 我之前 护理生 我之前啊 我之前的感觉就是 胸闷嘛 还没有到那种 就是 那种 呼吸不畅的感觉 今天就特别明显 对啊 这种疹长实际上是在这里 你只是就那么 实际上是这条线上面啊 偏在主边这条线 这个是这条线上 对啊 对啊 而且现在你开始感觉困扰,像睡觉了,有点 因为原来关注点在这个地方 现在慢慢慢慢气通畅以后,人松懈下来了 松懈上来,人慢慢慢慢好像睡觉了 好像有点儿 好像睡觉了 对啊,你的症状就在我这里 有点儿像睡觉了 气越来越胜了,下去了 越来越深了 原来堵在那边下不去,现在越来越深了 突然下次感觉好像又进了一个新阶段了 好像又比刚才痛症顺一点了 对啊,现在深呼吸管用了,原来深呼吸吸不动了 原来深呼吸吸不上了 对啊,一个血块堵在那个气管里相当于 你眼睛看面的血块相当于,寄给你整的 现在拿掉了 然后越来越,越来越痛症了啊 然后你睡了一觉以后,明天起来以后 可能几乎就忘记了呼吸这个事啊 什么叫呼吸,因为你不舒服才感觉这个有事情吧 对啊,对啊 然后一通常以后就慢慢慢慢把这个事情忘掉了 嗯 嗯 哎呀,你真的说了,我真的有点想睡觉的感觉 对啊,对啊,算 嗯 嗯 嗯,好 没有新的东西进来了 不是说没有,我也不知道有还是没有 但今天拿给我的身子吃这个事件 这个事情讲明白了 他也走了 也告诉你以后不要才吃鸡了啊 想都不用想啊 就是不要吃鸡了 也不要吃鸡蛋,对不对吗 哎呀,对啊,你不要再吃了 你如果想得开的话,其他也不要吃了 想不开你就继续吃啊 想不开 这样就是蔬菜哦 哎呀,对啊 不然吃什么 来什么的话 你不是最后 下次来,是不是又有几个来找你 再下次又有几个来找你 都是你以前吃的 所以经常就不要吃了 不吃了以后 他看到你澄清再改的话 说不就是那些本来想报复你的 就不来报复你了 那那个,顾医生 我是不是这个 要经常练一下筋啊 练一下筋啊 哎呀,你练什么筋啊 你一边在练筋 一边在吃其他的肉 不是等于没用的吗 我就说我不吃 然后念筋 念筋 难道念筋就浪费时间不用念了 没有用了 哦 哦 哦 你都反吃反吃 然后尽量 其他通过尽量也不要吃了 这个比念筋管用 哦 你一边在念筋 一边还在吃呢 它酥肉啊 鱼啊什么之类 你继续在吃的话 吃早会找来的 只是什么事找来不知道啊 所以呢 尽量就不要吃了 那我那个 当时那个鸡 把我的那个 就是我杀了鸡 之后鸡 上上上 上 我是上辈子 上了鸡 还是上上辈子 哎 这个,这个您不用管他 他没有说上 鸡哪一个辈子 只要是你的事情 从哪个有关 他就 把蛋液就拿来了 至于什么事 那个事情不重要 反正是前世 特别拿来是 这个不重要 反正这件事情重要 他也没告诉我 是自己拿来是 只告诉我 有这么一件事 是前世 不是精神 来报复的不是精神 并不是代表说 精神没刺激 而是这一次 来报复你的 让你那个 让你气管里 躲在那不舒服的 哎呀,说实话 这个就可睡的不在了 就是你 真的要上来了 可睡的 会通畅了嘛 灌注点 就不在那个地方了 要睡觉了 但是我刚 我还是在刚才就是 我装饰的人 已经很不舒服了 刚才 我还是吃了一颗 那个就是那个 叫阿普错仑嘛 我吃一颗药 就是那种急速的缓解 那种 焦虑症的那种 那种症状的一颗药 我还是吃了一颗的 当时我在跟你说话之前 我觉得我已经不行了 还是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就赶紧吃了一颗那个药 就有点像安眠药那种 热一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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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现在也没有看到其他东西了 你可以睡觉起了 好的好的 护医生 麻烦你把视频发给我 好好 那就这样啊 好 谢谢你哦 不用谢啊 好 谢谢啊 谢谢 拜拜